988聚焦东盟 星期一的早上你好我是舒婷 中国疫情逐渐好转 所以呢很多的省份陆续解封了 那再迎来难得的清明节三天廉价 就有人选择出门走走散散心 结果呢中国的热门旅游景点 安徽黄山景区就挤满人潮了 还因为一度达到两万人的限制游客量 而停止售票 这件事情就引起争论 毕竟现在疫情还没有结束 大规模的聚集恐怕会增加疫情传播的风险 那另一边台湾也是迎来连续四天的春假 台湾疫情算是控制的相当好 结果呢大家也就趁着假期 前往中南部的各大旅游区走走 导致各地人山人海 台湾疫情指挥中心甚至透过手机 向全民发出信息 标题就是紧急警报 其中一则是强调 墾丁附近的景点人潮拥挤 要大家暂时不要前往墾丁 而其余几十处的景点呢 就是呼吁民众一定要保持社交距离 还有就是戴上口罩 确实啊 医学界呢 对于廉价效应是相当的担心 因为在17年前的SARS就是从清明假期过后开始在台湾爆发的 台湾中区防疫指挥官黄高斌就表示 清明假期很多人会来往南北 那如果居家检疫者不配合到处啪啪灶 那有可能让台湾的防疫成果功亏一篑的 中山医学大学附设医院儿童急诊科主任 谢从学也呼吁民众 廉价能够不出门就不要出门了 如果真的忍受不住 那就上网看看国际新闻 看看欧盟 看看美国现在的情况 毕竟大家也不希望台湾的疫情会失控 冠状病毒是呼吸道疾病 透过口沫传播 例如打喷嚏咳嗽等等 不过美国科学家最近的研究就直接表明 COVID-19病毒可以透过空气传播 特别是在封闭的空间 那要遏制COVID-19的流行病 戴口罩就非常重要了 这也呼应了美国医学杂志NEJM之前的研究 他就是说新冠病毒能够在空气中 漂浮长达三个小时 并且在这个时间是有传染性的 那越来越多的科学研究就说 戴口罩对防止新冠病毒的传播有正面的效果 之前坚持健康者不必戴口罩的世界卫生组织WHO 也已经改变立场了 表示支持所有人在公共场所戴口罩 新加坡当局之前也是建议 生病的人戴口罩就好了 不过随着新加坡境内的病例增加 当局也是鼓励国人外出的时候就要戴上口罩 并且表示医用口罩要优先留给医疗人员 那至于一般的民众呢 应该佩戴可以重复使用的口罩 回到家后可以清洗和晾干口罩 那隔天再重复使用 新加坡政府为了抑制境外输入病例 而从今天开始 所有从东盟国家 包括我国 还有就是从法国 印度和瑞士 回到新加坡的新加坡公民 需要在抵达新加坡之后 进行14天的自我隔离 隔离设施就会由政府当局做安排 那泰国也是进行了境外隔离措施 不过呢 在前几天却发生一件事 有150多名的泰国民众 拒绝前往政府指定的隔离地点 而和官员爆发冲突 他们呢更直接回到自己的家中 那卫生部就呼吁这些民众赶快回报 违反者就会处以最高两年监禁 或者是罚款4万泰铢 那事实上呢 泰国的隔离中心曾经引起争议的 有一群太极渔工 从我国马来西亚 回到董理府的时候 被当局安排进行14天的隔离 却发现这个隔离地点 竟然是马路边的帐篷 那有一位劳工就说 在4月炎热又潮湿的天气 这种生活条件 真的是让人难以忍受啊 村长塔威萨就表示 这个路边检疫中心 只是暂时的替代方案 当局正在和学校接洽 在获得校方的批准之后呢 就会把学校改建成一个 更适当的隔离检疫场所了 988聚家东盟 为你跟进的新闻到这里 明天同样的时间我们再聊 2 3 3 4 4 9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